你容易被他影响 你也变脆弱了 就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 难道没有人可以支持我一把吗 我就不能脆弱一下吗 他会恼羞沉怒 整个给你抓起来 你有订阅NEO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喔 只要提出不一样的看法 他就会立刻勃然大怒 活得太累 偶包太重 在另一半面前 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要 我们来看看 有这种正头的星座 有哪三个呢 第三名 天秤座 天秤座本来跟人相处 是蛮温和的 跟恋人之间 他也知道照顾他的需要 他是在什么环境下成长的 我应该怎么配合理解包容他 对于另外一半的各种状况和地雷 都是放在心里面的 他随时都可以调整和配合 但是如果天秤平常已经很照顾另一半了 而他的另一半还是不明就里 适从而交 成天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大发雷霆 对天秤一点容忍的心都没有 天秤座真的会受不了了 毕竟天秤座也是人 每天在面对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的状况 想要如何去互动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 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人性的弱点 天秤是看得很透彻的 他心里面一面黑暗着 一面光明着 一面知道你在想什么 一面又觉得我要想想你的好 我们还是好好的相处吧 这种很温和的状态下 如果你作为另外一半还不多关心他 多理解和包容他的这种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平常有一点小事都跟他找茬 在朋友面前不给天秤面子 甚至不支持他的话 天秤真的会受不了的 因为他的底线就在这里 天秤座爱面子生气的原因 希望另一半不要拆他的台 第二名巨蝎座 巨蝎座对于另外一半是蛮依赖的 因为巨蝎座想要谈恋爱的最主要的动机 就是希望跟另外一半可以互相取暖 当他觉得心里辛苦的时候 累的时候甚至是觉得对外界的人事关系 专业合作都很失望的时候 另一半可以是他依靠的港湾 那巨蝎在另外一半面前呢 愿意坦率的去呈现自己的脆弱 无能和无奈 这是他很棒的一面 这时候作为巨蝎的另一半呢 你就必须要强大起来 美好的关系就是在这种你进我退 你弱我强的状况里面互补起来的 但是在巨蝎脆弱的时候 你容易被他影响 你也变脆弱了 巨蝎会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了 难道没有人可以支持我一把吗 我就不能脆弱一下吗 他会恼羞沉怒 整个给你抓起来 巨蝎在这个时候是很难心平气和的 尤其是外界乱糟糟 家里也不平静的时候 所以要提醒你咯 在巨蝎脆弱的时候 把自己内心最强大的一面拿出来 这样做就对了 巨蝎座爱面子生气的原因 希望另一半可以完全的支持自己 第一名了 天蝎座 天蝎座没有安全感 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每天都会想东想西 觉得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是不是都要避免一下自己才能安全呢 在感情关系上更是这样 他找另外一半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希望另外一半是温柔的 永远是给他最大的包容和理解的 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天蝎座觉得生活很不顺遂 每一件事情都不照他的剧本走 而你因为天蝎过于腹黑 和觉得自己失败 就觉得他没有用的话 天蝎的心里面 会整个觉得生无可恋了 他觉得我的另外一半 应该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天蝎认为当自己低潮的时候 另一半应该知道他并没有那么差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走出来而已 作为天蝎的另一半 当一个黑洞摆在你面前 你可以坚定自己的信念 告诉自己 我的天蝎座是很棒的吗 我觉得很难 因为天蝎的黑洞真的是很大 很容易把所有的积极乐观阳光 全部都吸进去 然后让旁边的人跟着他一起的低潮 跟天蝎谈恋爱 需要一颗强心脏 很仔细的去把生活的节奏把控好 掌握好一个稳定而规律的节奏 必要的时候让自己强势一点 因为天蝎不稳定的时候 你就是那个稳定你们关系的轴心 当你明白了这一点 天蝎会越来越爱你 天蝎座爱面子生气的原因 希望得到另一半的认可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恼羞成怒的时候 在心里面不能承受那个压力 不能面对那个现实的时候 真的除了生气我们还想不到别的 作为另一半就是要在这个时候 给予他支持鼓励和包容 我觉得这就是爱的智慧爱的体现 当你能够接受另外一半 最低潮最不堪的样子 那他也会知道你是最爱他的人 你们的感情绝对不会 因为什么困难挫折被打败 祝福你幸福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